今年1月份,个别国家宣布对自华入境的人员采取临时的防疫措施 中方针对不同情况,本着对等的原则采取了相关的措施 中方对韩方宣布延长、暂停签发中国公民赴韩国的签证措施感到遗憾 这不利于中韩两国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 我们希望韩方尽快取消不合理的做法 中方愿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的措施